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更换特斯拉的外置空调利水 这是我们的绿心头转 里边 两个外置一个内置加上一个工具盒 工具盒里有一副手套 各种翘片 还有一个T20螺丝刀 还有一个10毫米的套筒 保证你所有的绿心都换完不缺任何工具 换外置绿心第一步就是把这个盖板 拿下来啊 这个盖板全是卡扣固定没有任何的螺丝 直接往上掰就行 然后我换绿心建议是把这个前面箱整体拿掉啊 要不然的话 拆这个位置的几个螺丝需要把这个掰开特别的难拆螺丝里容易掉到这个下面 另外前面箱下面经常会有很多树叶杂物什么的你把前面箱整体拿下来下面的树叶杂物这些东西可以清理一下 前面箱一共有五个固定点这四个是六角螺丁用这个我们赠送的这个套筒工具 给他领下来 然后最后一个固定点在这个跟雨刮器喷水壶上有这一个卡扣啊 手在下面顶一下 这样就把这个 蘑菇丁拿下来 这几个螺丁都拆完了以后 整个前面箱就可以抬起来了 抬起来注意啊前面箱里面有个灯这个灯线别拽折了 抬起来的时候看这个灯线 灯线就在这啊这个灯线是往这个方向拽啊 往侧方向拽 这你拿看这线头拿下来了然后这前面箱就给他整体抬出来 这个就是外置绿型的盖板上边有10颗固定的螺丝顶 我们用赠送的这个T20螺丝刀把这10个螺丝顶都拆下来 然后这个绿型盖板就可以整体拿下来了啊 我们把这个旧绿型给他拆掉 换上我们这个新绿型 这个上层绿型是比外框要小的 把这个绿型放在这个中间位置就可以 因为下层绿型它的橡胶边框是很宽的 上层的绿型稍微偏一点 是不会露气的 这个可以放弃 盖回这个绿型盖板 把这个螺丝孔跟着上面的螺丝孔对齐就可以 然后再一次拧回这10个螺丝顶 拧这个螺丝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把螺丝顶吊到车子里边啊 吊这个里边就不好找了 然后就是装回这前面箱啊 别忘了把这个灯的线插回去 还是从侧面 往里插哈 好然后前面箱就可以放进去了 然后再用这个套筒依次拧回这4颗螺丝顶 别忘了这个位置还有个蘑菇顶啊 保持这个蘑菇顶是拔出的状态 依次穿过这个两层 然后把这个钉帽按进去 就可以了 最后装回这上面的这个扣板 所有这些圆孔的位置都是卡扣 还有这两边有一个卡子啊 把这个卡好以后在圆孔的这些位置敲就可以了 好这样外置绿芯就换完了